在黄仁宇上这个密西根大学的时候啊 他很快发现啊 历史啊其实是多样化的 比如说他有一堂课啊是专门讲传记的 当时呢他就选修的是这个研究丹尼尔·韦伯斯特的 这个关于这个人啊各种的传记 好家伙他一进那个图书馆一看 整个一个大书架啊全是关于这个韦伯斯特 每一个传记的这个作者啊 都是以自己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和分析这个韦伯斯特 黄仁宇后来就发现啊 你像这种就是分析啊或者说写传记啊 这种特权啊真的就是最牛的 应该就是英国的有一个史学家叫艾什利 艾什利呢他早年啊出过一本书叫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 这本书啊你从书名你就直接看出来了这个作者的立场是什么了 那肯定是对这个克伦威尔一点好话没有 但是啊也就几年以后吧 这艾什利呢又出版了一个他自己认为自己啊 更成熟的一本书叫克伦威尔之伟大 哟你一看这书名简直就翻过来了对不对 你前面那说他是个独裁者 后边又说他是和美大的一个人 所以你能看出来啊他在这个新的这本书里呢 内容上一看就更成熟了 而且啊他还敢啊把自己以前评论这个克伦威尔的那些内容啊 拿出来劈痛劈一顿 这个这种的史学家啊后来就成了一个不同学派 他们叫不同学派啊 呃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嗯这个艾什利啊之所以啊那么那么的鼎鼎大名 并不是说啊他自己啊立场改变了 勇于这个驳斥自己啊 从中获得了某种获益啊 他其实啊是代表了一个其实一个历史学家啊 他不是说从一开始就抱着自己的这个观点不放 一直到死 我就使劲完善他就行 其实是反而就是从这个自己的观点一步一步走啊 这个最后啊他的这个观点啊 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全面 当然这种东西啊这种过程 他不是一朝一夕的这个工程 而且啊估计啊几年十几年二十年 几十年一辈子都有可能 在他们那个历史系啊有一个老师 哇那真的是特别牛逼 嗯这个人呢他等于啊就是 帮你去走到这个你能领悟的一个路上去了 其实老师啊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这个能力 很多的就是大家呀就是学者啊 当不了老师 哎他这个不知道啊怎么引导一个初学者 或者是你根据你的不同阶段啊他来给你一个那什么 因为他是自己思考啊每一个人的思考的路子和底子都不一样 哎呃尤其你看比如说教教画画的那教基础班的那个啊真是那就是牛 但是他你你到了一定程度了啊这基础老师就教不了你了 那就得再找一个 可是呢这往往比如说好多特会画画的 他只会自己画他真的教不了学生 他一个是表达不行 还一个呢他发现你的这个问题呀或者什么的啊 呃就跟有我以前有认识一个人就是 他教你画画的时候还没没开始画吗 他教你画画说那词用的叫一个大 你听的云山雾罩了你知道吗 跟哲学似的 我的天我我我不画画的你告诉我什么是暖色什么是冷色冷系列 没有永远不他也不会告诉你冷系列是能够让这个景色往后退的 哎你这比如你三维空间吗 我想画的远一点怎么能显出那远了 偏蓝 越蓝越蓝 这种话他就永远说不了 哎呦那个一开始我找的这老师这真的 我觉得他是诚心的你知道吗 他就不想让我画画 因为他是我前男友 好我们接着说啊 这个这个对他特别有指引导的这个导师啊是他们的一个系主任叫 阿尔曼的这尔曼啊呃怎么说呢他应该是因为系主任了嘛很少讲课 但是呢他讲课啊也是就是每一个主题啊他也就停留个差不多十分钟也就这样了 经常啊有一次啊他们同学不是有个研讨会嘛就查这个老师啊大学这个教师的这个目录表就说哎呦你看 多可笑啊就这么一系主任居然没出过一本书 当然了这个阿尔曼教授啊他是跟那个另外人啊一块合编了一个十五册的一个一套的一个叫密奇根大学现代史 哎这学生这个嘲笑他啊但是黄尔宇就说这人特别棒 这我就想起黄尔宇啊他前面不是抱怨这个学校开除他吗 说什么那个把他开了结果呢他出了那么多本书 那些没出过书甚至连论文都没出过的老师啊还给留下了 所以我就说呀这人呐到了自个儿身上啊这历史学家的客观性也跑到找玩国去了 哎没你妈闭眼了 这老师真的因为本身他他那个任职的那个学校是个师范学校主要就是教你去怎么去呃当老师的再加上他上课的时间又短嘛这个 这个这个系主任啊是他们后来呀好多学生发现啊经过一段时间才发现我的天哪这系主任太牛逼了 历史学生那叫一个丰富啊而且啊就是他的这个认识好多啊就是这个学者跟他都是好朋友说明什么呀 交情也特好说明他学实在呢人家那些学者愿意跟他聊 而且这个人啊上课啊从不备课想哪是哪肚子里你就想吧那肯定啊庞大的资源随便捡起来我就给你能刮的十多分钟把这事我给你解决了 他就是一个大图书馆 他特别啊还特别会用的就是技巧就把你的那个探究的热情啊给你激发起来 嗯比如说吧他那个有一次啊就是讲这个1918年啊有那个 他不是讲历史吗就是托尔斯克 李托尔斯克那个合约 哎从这个合约啊就呱呱呱开始啊一直就跳的啊 从地理 为什么在这条线上就要停下来了 哎怎么就对这个历史这位块这块为什么就要打啊最后能够停到这来谈合约 这东西啊全给你刮啦刮啦一会把这地理课也给你上一遍啊 整个课堂他上啊你永远赶不到沉闷 也不会说哎呦走神了走不了因为一会就给你吸经过去了你知道吗 他把这个大背景前因后果全部都给你啊抛出来 抛出来以后啊光当就给你来一个你们来讨论为什么 他呀不给你结论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通过他你能够产生好多好多可以争议的这个议题 完了就跟聊家诚似的你知道吗 哎也没有说让你觉得多沉重多宏大 大家聊聊呗是吧 你思考思考你自己去想 为什么哎呀那讲的就是津津有味让人心动 另外呢他也会给你啊就说抛出好多啊 这个也是在国外的这个老师我发现了跟咱们中国老师完全不一样 他锻炼你思考不说吧 他让你去看大量的参考书 你去看看完了你可能跟我的观点不一样 你来反驳我或者说你向我提出疑问来 哇有时候啊他那个提出来 比如说他说了一个这件事啊那本书里边也是这么说的 怎么怎么讲的 有的同学看过的马上就说对对对 没错其他的啊就比如说没看过的就觉得我天啊自己好无知啊 你看为了 赶紧弥补啊这一下课就直奔图书馆 赶紧去找旧兵艇 你说说这样的老师 肯定会让你啊不断的通过海量的阅读啊 把你的这个视野的盲点一个一个给消灭了 这里呢我又要说黄尔语了 过敏每天早上特厉害 这黄尔语啊这个上大课啊 每学期只上一个50分钟的大课 再加上啊他自己啊英文不太灵光 所以呢他老得呀备课的时候啊 用这个录音机啊把他前面的那课给录来了嘛 录来了以后他重复重复听了以后啊 他看他自己哪块发音不准啊 哪个语法地不对啊 他来改 另外呢他呢那个再加点自己的历史观点啊 他一定要写成一个大稿 那他就是很多的地方啊 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学生给你提问啊 或者是你要延伸啊平移的时候啊 哎把这个一个事件啊讲讲讲的时候 哎那就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啊我们小中学的时候 我那闺蜜的爸爸啊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呢 我先认识他爸 他爸是我们语文老师 讲这个联播并像舞 他呢因为大家都已经有那个 叫什么参考书了嘛 所以整个这个其实 大家都什么声字啊 这个字怎么讲啊 古文这个什么意思 咱们现代语是什么意思啊 都差不多知道了 所以啊他大概给念了一遍啊 重点给说了一下 直接就跳到那个左传里边 说这个令向如 令向如还关于这件事 和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哇你想那堂课 一会儿蹦到那儿 一会儿蹦到那儿啊 真的牛逼 我告诉你 其实最一开始震着我的就是 我们上第一堂课 他上了他第一课 他不是得念名吗 每个同学我认识认识啊 念到我的时候啊 不用讲 我知道你的名字哪来的 哗哗哗 树板啊 在那个黑板上 用字哪叫一个漂亮 哎我那闺蜜啊 也是那个字特别漂亮 这玩意就是天府遗传 就是李白的那个行路男 最后一句直挂云帆济沧海 全班的都互相看啊 这老师你说你一下子所有人都崇拜的不行啊 你也有兴趣的讲他的课 一会儿就飞了 这个地方 因为什么哪块描写的不错什么的 我不是特别爱看那个课外书吗 有一次是被逮着了 那正好讲什么呀 我就不爱听了 不爱听了呢 我就把课外书拿出来了 结果就给我没收了 一般没收了以后啊 这老师是绝对不还你的 你知道吗 结果呢 他给我叫到那个教研室去了 特别郑重的还给我 说看的书选的不错 已经都看这么深的了 那个 就是别在课室上看嘛 是不是我讲的不好啊 哎呀 反正啊 你说这种老师你能不喜欢吗 所以我还是说啊 这个皇上语啊 他就没法这个延伸啊 没法平移啊 肯定这个学生啊 你不是每学期都得给个评语啊 或什么的啊 一定可能分不高 还一个啊 你像这个 就是像他这种啊 老在思考的这种人啊 他语言可能表达上 他自己都说 不行 他真的就是那种典型的啊 就是相交人 就是你中文 当时啊 我觉得啊 一直我觉得黄仁宇啊 不是很刻苦的这么一个人 你看他那时候都已经这样了啊 还是女朋友 瞧不上呢 才愣给他书看 就说明什么呀 他在国内的时候 也是看书 不是很刻苦 也是不是很爱 那个看书的人 那到英 美国那么久了 老婆 对吧 也是个美国人 纯美国人 你应该英文呱呱的 是不是天天那个口水 口水教老师 是吧 所以吧 就是有的人 有的人真的是当了老师 有的人他只能是大学者 所以我觉得黄仁宇啊 他当时真的走的这个方向上不对了 不过那个 你想美国那也是 你没有这么一个老师 这个位置养着你 你做研究 也没有一个 那个像咱们这个似的啊 国家给的钱 你就研究去吧 还真的没有这个好的地方 那除非你特别优秀了 人家有基金会了什么的 再说到黄仁宇啊 就讲到这个赫尔曼教授啊 就是他们那个系主任 他呀 这个赫尔曼他居然认识纳米尔 我天哪 纳米尔你想想 就在这个历史界就有了名了 这个纳米尔啊 是这个历史分析方法 就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他的名字 这个命名的 叫纳米尔主义 或者是纳米尔方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啊 这个纳米尔啊 他这个评估 这个18世纪的这些国会议员啊 什么这这这种时候啊 他要这个读者呀 说你先别管这些议员 他是属于保皇党啊 还是自由党 哎 这个纳米尔呢 他只是就光把这些议员啊 的来往信函啊 完了又研究他们的家族账户啊 有多少钱啊 你的平时生活费是怎么着的啊 甚至啊 还能够找出来他的这个现金收据 作为他的研究资料 最后他来证明 这些人哪些结成了小党派啊 其实就是什么 他证明什么呀 这个好多人啊 其实流动性是相当高的 这个结党营私啊 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完全就是接这个小党派啊 完全就是为了谋求私利的 这个纳米尔啊 用了他十年的这个研究 写了一本叫政治结构 这个政治结构啊 这就里边就把他的这个研究结果就研究出来了 就是什么呢 就说你啊 这个史学家可以通过生活的细节去不断不断的耕耘 最后你能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 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体系 这就是一派啊 历史学家里边分这个好多派啊 当然最近就是因为大框架的好多历史结构的已经都被讲过了啊 就有点像那个 我的名字又挂 算了 不正 黄尔宇啊 就对这个厄尔曼教授啊 就觉得啊 这个太牛了 这个厄尔曼教授啊 你别看他啊 虽然他只是研究这个欧陆历史的 但是呢 他对这个意大利啊 也是很有心得的 他要求他的学生 就是比如说 你们应该多多 除了这个纳米尔以外啊 另外呢 你们还要注意一个史学家 叫 Kuchy Coach Coach 古池 Coach 这个教授啊 就要尤其让黄尔宇说 你学学这个人 这个人写的所有东西啊 他让黄尔宇去注意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风格 然后呢 拿这个人的写作的这个作品啊 跟别人去比较 然后呢 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去 嗯 寻找这个相关的这些仓口数目啊 另外呢 就是把这个 关于评论这个人和评论他的书的 所有的书 你都找来读一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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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ch啊 呃 他是 叫 Cuch Pipato Pipato Coach George Pipato Coach Pipato呢 是一个大家族 呃 呃 所以说啊 这个这个家伙啊 大概黄尔宇的影响算是最深的了 对黄尔宇来说 这个人呢是 自己是一个大家族 完了呢 所以啊 大家呀 都管他叫这个 呃 家族 呃 皇家 这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 就这么称他一个学者 叫Private 就说 已经算是就是 研究哲学 研究历史的啊 真的 富人家 养得起 穷人 你看 因为他像这种东西 他不挣钱呢 对不对 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写作 去研究 不用考虑吃吃喝喝 穿呢 什么的 这个黄尔宇就发现啊 这个寇齿啊 他的这个文风啊 属于那种清新流畅的 嗯 应该说黄尔宇啊 我天 就关于他的所有所有的论文 这个评论 差不多啊 三万多 他全看 就关于这个人的 尤其这个这个人 写过一个十七世纪 民主思想史 就光这个啊 呃 世界上 关于他的评论的 就有三万多篇 你就想 多牛吧 所以啊 黄尔宇啊 觉得啊 一个是纳米尔 一个就是这个 coach 对他的影响特别深 嗯 虽然说两个人的 这个风格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 你能发现 从他们慢慢慢慢的 这个时间积累以后 他们已经有了自己 独立自主的这个精神了 另外啊 他也发现啊 这个奥尔曼教授啊 他教书的时候 有一个特殊的技巧 拒绝回答问题 这学生啊 就这样的 就是 比如你抛给一个议题啊 或者抛给一个疑问啊 永远的就是 不去自己找 特别想啊 我我就 你给我一个结论吧 老师 我们就等着 这是我们 中国教学的时候 永远在那等这个 老师给你讲这个中心大意 叫什么这个 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 来 哎呀 这个老师就是 绝对不告诉你 自己去想 你们去讨论 等你去想完了以后想 我就想起 我有一个哥们啊 每次我们争论一个什么话题啊 他总是说 那你说怎么办 有什么解决之道啊 那现在就这样 他除了焦虑就是焦虑 完了呢 他就等着啊 别人给他一个答案 完了呢 他呢 就哎 我踏心了 那行 那我放心 那那样的话 怎么办呢 哎呦 就是 他不去自己啊 去想 哎呀 我怎么 我怎么能够在这个世界大历史大潮中 我一个普通人能在里边起一个什么简单的或渺小的一个小的浪花做一点小作用呢 就等着人家给结论或者别人往前冲一下 黄尔宇就说啊 这教授不爱回答问题吗 这个有一次啊 他就坚持问了三回 就问这个教授 说如果说啊 社会契约这个概念是法国人能够接受的 那怎么又具体体现在了这个美国的独立线员里边了呢 那为什么总是被这个历史学家说这是一种非历史呢 这教授啊 他问了三回 这教授大力都不搭理他 这在这个一般的这个美国学校里啊 很少很少这样 就是老师是很愿意跟你探讨 或者说呢 把他的想法跟你讲一讲 但是啊 黄尔宇后来发现受益匪浅 就是你必须去自己发展自己的历史观点 你才能把这一切啊 你提出的问题 你就找你的问题 你就去找书吧 完了以后形成自己的历史观 所以你看啊 我看书啊 我全都是看着这个啊 或者是生活中遇到的这个问题 那我就去找这一类的书 去解惑吧 形成自个历史观还早着呢 我估计到死了 还在困惑当中 黄尔宇啊 那个因此觉得啊 任何值得被称为革命的运动 一开始啊 其实都是不是历史注定的 都是非历史的 所有的比如说现行的法律啊 其实啊 根本没法解决你现在的内外的问题 革命啊 尤其是革命党人 都是被迫的 才去想要求创新 就是因为什么呀 你现行的体制 这个里边的这东西 已经行之无效了呀 那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从组 如果说啊 要他们承认说 我们这个物装叛变啊 我们就是想那个夺取这个权力 我要那个什么自己挣钱 也不是 或者说呢 我们就是为了试验 也不是能说 哎呦 死那么多人 就是为了这个 做个试验 他自己都没有确定 他们只是啊 就是觉得自己 真的是站在历史这一边 哎 我有这个责任感 可是啊 真的你要是 把这个历史啊 这个所有的因素 都考虑在内啊 没有一项是真的 真的 就是太多的因素啊 复杂的 而且这个人物啊 他一开始的想法 就跟有人说嘛 你在野党的时候 是一个想法 你到执政党 又是另外一个想法 就说也都完全不一样 其实也是一个 有机体 他也在生长 也有这个中年老年的 这么一个东西 黄尔宇后来啊 又随着另外一个人 修过一个课 这个人呢 叫罗斯托夫斯蒂 他呢 这个这堂课呢 是主修的是 俄国历史 这个人呢 是这个美国啊 这个历史学圈里边 唯一一个 有这个贵族头衔的人 他的头衔呢 就是罗巴诺夫王子 应该算 他们叫王子 应该是大公吧 这个和这个赫尔曼呢 教授啊 那种随性的 一些松散的啊 想起什么 就从肚子里边一掏就有的 那种讲课方式 完全不一样 他的那个课 那就是有条有理 完了规划的 那叫一个完善 所有的啊 就是按部就班 精准如实中 从大纲再演绎 演绎成一个完整的架构 尤其是什么呀 就是他的这个用词 那叫一个优雅 还减练 你知道吗 那就你就觉得 就是尽善尽美 这估计是黄尔语啊 特别崇拜 想学的 他后来就是想这么学 可惜他自己都说 没学好 那这是底子呀 这是你得看大量的书 完了写作 这些东西啊 你才能够达到这些东西 你能看出来啊 也是他跟那个系主任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毫不费力气 根本也是没讲稿 这脑子里啊 随时都能够抓出东西来 而且啊 他比如说 觉得这个东西啊 他可能深奥点啊 同学开始走神了啊 就能给你抓回来 你知道吗 弄的就是 底下的有一个女同学啊 就一边听一边说 哎呀 他就是一个王子 黄尔语知道啊 这个后来他确实 以他为榜样啊 觉得就是按照他的这种方法 比较适合自己的性格呀 或者说他觉得自己呢 讲课肯定不能像人家那种的 那真是要海量的知识 他觉得我这种呢 总可以学吧 结果真的是天壤之别 这个罗巴诺夫啊 这个王子啊 还让黄尔语呢 学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啊 这个 在西方啊 以西方的这个史学的这个标准 其实这个俄国历史啊 真的没有人好好的研究过 你像这个美国啊 欧洲啊 这些历史啊 早就是好多的 关于这个论点啊 议题啊 都差不多有一个达成共识了 完了大家呢 也就是开始往那细节里面去扎了 可是呢 就是这个 比如说如果啊 没有什么共识的议题的话 正反两方面的这些意见 大家也都知道了 比如说关于这件事 这个 这一派的是这么想法 这一派是这么想法 但是啊 就是研究斯拉夫的这个历史的 哇 那参考的啊 就是研究的人太少了 那你这种 历史观点啊 也是少的可怜 这个啊 就跟研究中国也差不多 真的 另外呢 就是他呢 也让黄尔宇知道啊 历史学家啊 真的要对这个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 你要了无一心的 这个呢 就得需要你啊 静下心来 完了呢 自立自强 你去那个时候 尤其研究中国历史的啊 你依赖不了别人 尤其呢 就是说观点啊 就是 尤其咱们这几十年 你大陆这个 不许你有观点 那你这里边就 空白太多了 所以呢 这个 你要参考的东西啊 也不多 不过这个也有一个好啊 一张白纸 好写字呗 对吧 又 又过了 拜